奇迷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冬月 很高兴在天悦一期频道与大家见面 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比赛呢,是首届天府碑 世界比起公开赛,B组决赛,深圳旭与朴廷环的对局 那这两位棋手呢,是已经进入到了本次比赛的最终四强名单当中 那么本局呢,其实就是一个B组最终的一个排位战 那么最终得决出的结果,要与A组的前脸名进行一个交叉淘汰 好,让我们一起来进入本盘对局 那经过猜先呢,本盘棋是朴廷环直黑,深圳旭直白 虽然说这盘棋的意义呢,相比之前的这个单败淘汰啊 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重要 但是呢,其实本局更多的是一个 两位韩国棋手之间的一个韩国一哥之争 我们都知道朴廷环最近在这个韩国排位当中呢 是已经被深圳旭夺去了始终霸占的榜首宝座 那么这盘棋呢,可以说朴廷环也是希望通过本局的胜利呢 来这个,向这个深圳旭夺好好这个宣示一下主权 说这个真正的韩国一哥,看看到底是谁 这盘棋呢,朴廷环直黑 我们看右边,深圳旭上来又是点了个三三 这盘棋,朴廷环下的相对比较简单 它就是选择了一个连搬 那么其实呢,当然也可以考虑在这里飞啊 这个白棋顶,黑棋档,白棋搬 然后黑棋再二路搬 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下法 那这盘棋呢,它一开始就下了一个比较简明的变化 那黑棋搬 然后白棋当然是打拔了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以前说也有一个从这边搬的一个下法 这个形状其实从局部来说,这个白棋是吃亏的 即使是方向非常的理想 那么这个图呢,比起刚才这个实战当中的直接从这边打拔呢 局部黑棋是明显可以满意 而且这盘棋的方向来讲 白棋也是明显要打不到黑棋的这个基本控的右边 打黑棋接 平等环在此就是下的非常的简明 就让你拔一个,它拔两个吃掉 然后下边交换过后,白棋小飞 然后左边呢,这个朴婷环如法炮制 你点完五,我也要点你 然后这边下的仍然是非常的神奇 这个申真旭也下了一个跟朴婷环一模一样的变化 他也是搬了一连半 这个莫非是在向韩国前一哥致敬 这个 其实这个变化,当然白棋其实选择什么都可以 但是也不知道它是处于什么考虑啊 就选择了一个跟朴婷环一模一样的一个定型 那么现在来讲 这个本军就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场景 在上面呢,左边基本上是一个 两边一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形状 那其实我们说到如果要是两边一模一样的话 看起来好像这个拆边是不是变得非常大 其实在很多场合下,这种拆边价值都不为小 但是唯独这个气形呢,相对来说比较奇怪 因为你这个拆边啊,由于这个头呢 其实黑漆是比较软 拆边白棋跟这个贴交换 意外的发现好像并不是很便宜 因为如果你一旦被白棋把这个头搬下去的话 其实我们发现这个拆边呢,意思也没那么大 但是你如果要跟着硬的话 这个好像围上方这块空呢 好像似乎也不是那么着急 因为你这样的话 白棋这边这个壁住也很大,是吧 那么同样的道理 其实白棋,作为白方来讲 你黑棋如果不拆 那白棋这个拆边也价值不是很大 你特别人家也可以从这贴 也就是说由于有这个贴的存在 所以说上面这个拆边呢 就显得不那么着急了 那这个时候黑棋在这边装到先手之后呢 左边挂 这个是比较积极的下法 如果要是简单在这里拆呢 明显就显得比较的缓 这个以后白棋可能就拐两下还是先手 这个一定要下的比较狠 因为这个时候它是希望下成一个什么效果呢 如果白棋在这一带选择拖先 那甚至可能左边他要直接手机贴起来 而不是说在这里就简单拆边 拆个算 挂脚 那么白棋当然是在这里打入 选择了一个二间低加 左边的实战黑棋选择了一个 并不是很常见的一靠 这个地方如果要是像普通的腾挪来讲 我们还是会看到比较多的棋型 是这个拖了连斑 拖了连斑呢 白棋吃 黑棋粘 然后这个时候黑棋可能会还是把这个度过 白棋立下 黑棋贴起 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定型 点后 但是呢可能平平环觉得这个有点没有意思 这个从这里贴出一块 这边被白棋挣到先手点 他觉得好像似乎自己的收获不是很大 那么他实战当中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这个拖呢 冷门一点的下法 那是什么呢 就是实战中这个靠 这个靠的一图 它其实比较的明显 它希望下成什么样呢 你挡 然后它当然是加 这个时候注意千万不要往这扳 这个行脑是太损了 这个一定要是靠完加这个 它肯定是希望下成这样 白棋虎一个 然后我上面吃一下 这个棋呢 当然是黑棋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预想图 但是这个首先下成这样的话 白棋肯定是不可能让你下的这么舒服 加它肯定要长 黑棋呢有可能会沾 这个沾 局部可能会下成这样 然后黑棋正了先手 可能会比如说拆一个 或者是正过来 这个应该是会正过来 因为现在来讲这个白棋 从这点黑棋可以贴出 那么这样的话 可能双方在左边也是一场对攻 或者白棋长的时候 黑棋也有可能会选择往脚里面长 这个具体是如何 当时他们是如何思考的 我也并不是很确定 它也有可能会长练 先把脚先捞掉 可能这样的话 觉得这个如果蒸子还蒸不掉的话 这个黑棋先手把这个脚夺掉呢 肯定是可以满意 总之这个时候 黑棋靠啊 白棋实在并没有选择这个档 它呢就是在这里简单一立下 然后黑棋搬住 左下呢就形成了一个 相对少见的一个定型 然后白棋点 就这个时候我们看左下 黑棋这个棋型呢 看起来明显是有一个断点 白棋很想把它断掉 但这个时候断 很明显黑棋是要长出 这个作战究竟是什么情况 这个其实白棋呢 作为这个冲击者的地方 其实心里也是没有什么底 你这个如果要是长 这个先被冲下来 我们看这个地方先 被黑棋大捞一票 然后你左边可能还不一定 拿得住黑棋 这个靠里面其实味道还是很饿 这边一虎 甚至它就直接扳 这个棋想把黑棋完全吃干净呢 可能性实在是非常的小 这个味道是非常的饿 但是你如果要是断完之后 在这里接呢 就被黑棋打出 这个棋 作战的结果是什么样子 其实白棋也是看不太清 这个拐黑棋 可能就斑吧 这个形状 其实白棋棋本身也比较紧 那么作为白棋来说 这个地方其实它自己也是 心理负担比较重 所以说它实战呢 先没有在这儿贸人行动 先点 它希望先把自己这个棋呢 左走后 然后呢 如果一旦 比如说这面子比较多的时候 那么这面下面这个段呢 应该是就可以成立了 点的时候 实战平静环是不为所动 飞了 这板棋 这个黑棋的布局 在左边是下的 非常的本分 每招棋都是 非常的稳妥 也不是很急躁 白棋点 就这部棋呢 我们看它这个 黑棋这部飞呢 还是有一个先手 味道在里面 它虽然说是 在补这个断点 但是呢 你如果在这一带 选择拖先 第一 作为白棋来说 它如果 想一手棋 吃掉黑棋 这个难度 还是比较的大 比如说你飞 人家以后局部 爬 它也可以做活 就算最臭的 它爬了团 你应该也杀不掉 其实还可以爬的 加这个 当然下面这一飞的 主要用途呢 其实它瞄着一个冲段 注意这个冲段 不是断这儿了 它是要断在这里 你当你吃这个的话 那这个 这两个被吃掉 好像损失实在是 有些过于惨重 但如果沾呢 这边一尝 这个子其实已经 跑不出来了 这个白棋还得左下 还得去忙活 这个 其实这个飞呢 第一 我是在防这个断点 第二呢 也是为了接下来冲段 做一个准备 那么白棋这个点呢 其实也不难理解 它其实就是想 通过一些交换 比如说你贴一个 它就顺手就 就尖一个 其实它就是想 看看黑棋的这个下法 来决定它这个地方 如何补这个段 然后实在呢 这个拳击环就是 在这里靠 这个双方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说是下的都 就像这个高手过招一样 这个点到即止 就是你 你下什么 我大家都知道 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 我们双方在这个地方啊 寻求一个 两个人都可以接受的 一个结果 也就是我们所 尝出的这个两分 大家都觉得这个棋 我可以满意 那么你呢 也能接受 咱们继续 把这个战线拉长 这个时候黑棋呢 花里手棋 把这个头就封住了 但同样呢 白棋也是争到了 一个非常宝贵的先手 其实这个时候 白棋 我觉得也可以考虑 下的大局点 在这里飞 可以爬 因为这两下交完之后呢 我们看这个拆边的价值 还是挺大的 其实白棋 也可以考虑这么选择 但是实战的这个 深圳旭是年轻其胜 他觉得这个 太松了 这种下法 没有意思 他一定要先把黑棋挡住 黑棋贴起 然后白棋跳出 他呢 主要是觉得 这个整体来讲 黑棋现在是没有活的一个状态 他希望在这一代呢 攻击当中 有所收获 黑棋搬了一下 白棋踢掉 那这个时候黑棋的 这个下一招棋 就比较的难 因为补这个断点 其实有很多种补法 但是你怎么去补 它其实是 比较考验你的水平 首先第一 我们可能需要 做一个简单的排除法 我们需要排除一些补法 比如这个虎 这个虎其实看起来 你也难说 它是一部很差的棋 但是这种形状 这被一刺啊 我们看到这个整体 就非常的重 而且接下来 主要问题的关键是 你这多一个子儿 并不能保证 你这整体高枕无忧 这这被一飞 这个棋可能 还是要被封进去 这是你一靠 这个虎呢 其实反而把自己的形状 走得非常重 但是你如果要是 下的比较俗呢 我们看看 它有可能有其他下 比如虎这个 这个虎呢 不肯的地方在什么呢 就跟这个挡 这两个交换 实在是太俗气了 即使你可以 暂时可以飞出 那之后人家继续 在这里缓攻 比如这个或者这个 整体呢 还是没活干净 还得单方面逃过 所以说这个时候 其实看起来呢 不断 也是需要一定的 一定的功夫 这个地方实战 小金环是选择一个 非常潇洒的一个相簿 这个呢 一看起来好像 就是一部还可以的棋 因为这个 相比这个和这个 这个明显是 至少看起来很有韵味 在这里相簿不断 但是你这个断呢 就不成立 断背一打 这个很简单 实战白棋 先在这个地方 先点了一下 这个点 意图不明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个点可能就是 下一步瞄着这个挖 或者这个顶 但其实感觉上 本身点这个黑棋 就跟顶一个 我所能理解到 它只能是保证 这个长变成了绝对先手 但是这个 明显是黑棋 不会老老实跟着拧 实际上它是火在这 这两个交换 到底有没有什么必要 反正目前我是没有 看出来它的必然性 因为本身来讲 这个长是一个明显先手 对吧 这步棋呢 只能说是显示了 深圳区啊 它这个 这般棋来讲 还是一个 积极求战的一方 就是说它把这个冲断 这冲断呢 基本也是必然的一手 因为如果这个 被黑棋贴过来 我们看这个棋型呢 黑棋这个补断的手法 明显获得成功啊 这个形状 比这个虎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因为这样一贴 这个头已经完全过来了 是吧 所以说呢 白棋这个冲断也是 基本也是必然的下方 断 黑棋吃 然后白棋长 白棋长 然后黑棋一飞 虽然说这一代呢 就是黑棋的 这个子啊 还是有一些 牺牲的这个感觉在里面 好像更像是一个诱饵 但不管怎么说 付出了这个子的代价呢 黑棋这个整体的联络 还是比较的顺畅 然后呢 同时呢 在联络的过程当中 上边也 自动形成了一些实地 然后呢 以后看情况 对吧 实际成熟了 它甚至可能 还把这个子袋跑出来 这个就是它当初 走在这儿的一个用意所在 然后 白棋点后一飞 黑棋这个 它是希望 你在这里单关补 贴一个 它就加或者长 当然是可能长 可能精更大一些 实战黑棋 不会硬的这么的 简单 靠 靠了一段 其实这个时候 我觉得形势来讲 双方还是 比较的胶着 因为感觉上 双方下的都非常的 紧凑 也没有说哪步骑士 看起来明显不好 而且局面来讲 现在判断也是一个 非常困难的事情 感觉上还是一个五五开 吃 顶了再打 它这个 靠段呢 虽然看起来很损 但是为了把这个头 靠过来 这个黑棋呢 也没办法 也是做出了一定程度上的 退让 目数肯定是 这个靠段被打 是比较损 但是呢 由于刚才我们说 黑棋贴被黑棋藏过来 这个棋型实在是 有一些问题 所以说它呢 也是 没有办法 一定要 损点控 它要把这个靠过来 然后跳加的时候 它又是一靠 这接着靠 其实 我觉得感觉意义 也没那么大 其实它就简单接住就可以 这个靠 首先你接下来的一步骑 可能估计 这个粘呢 应该也是百分之 百分之 不能说一百 也是百分之八十吧 对吧 粘跟这个打车的交换 或者是粘这个 那么直接靠的意义呢 其实 我觉得并不是很明显 这步骑 你大概直接粘 可能也能下出 差不多的效果 但是这个靠呢 它给了 给了白棋一个 反击的机会 但是就是这个 有的时候我们说 这个反击到底便不便宜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靠 白棋 搬 然后黑棋 他觉得这个棋型呢 反而更好 我这个地方 先送给你一个 然后我现在还是把这个头贴过来 以后这个地方 我这个长 还是一个先手 他觉得这个棋型呢 反而可能比刚才这个 普普通通的自己粘一个 也许这个效果更佳 但其实作为摆起来的时候 白棋我感觉也没有必要去跟着 跟着黑棋走 这个其实 都是一种实战当中的一种 一种气势 它的必然性其实 在我看来并不是这么的明显 搬了一贴 其实现在这个棋 还是一个 非常胶着的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看 其实白棋可以下的相对稳妥一点 它这个棋本来或者自己贴一个 这部棋其实价值很大 这一贴呢 白棋自己基本上这块棋要安定 而且这样的话 黑棋这一层皮我们看 被这一贴 以后这一搬 甚至这个地方可能还要去点 这样的话 其实黑棋在这一代 它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收获 如果是这样下的话 其实这个棋我感觉是 孰优孰略非常的难讲 这个反正白棋的空也有很多 这个左上角加左下角加中间 形式呢肯定是不差 这样的话 至少棋局是非常漫长 它实战的下法呢 就下的 有一点点激进了 这个 深圳旭啊 在黑棋已经贴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看 不只是贴到这里 其实接下来黑棋这个长 还是一个先手 对吧 那么白棋在这一代的下法呢 显然我们需要稍微的斟酌一下 不能下的太冒进 而实战呢 这个 深圳旭啊 可能是这个 太想当这个韩国一哥了啊 直接就逼到了这个地方 这部棋确实是非常的 凶悍 但是这个时候很明显 这个黑棋这已经中间挺了一排了 你这个拆的 是不是木子 木子卖的也太大了 当然这一逼呢 黑棋只有打入啊 这个 就是没有 可以说是应该是秒下 这部棋没有什么好想的 这部棋可能还是过分 左下呢 这个深圳旭开始铜螺 祭出了这个 经典的靠了 搬后一长 但我们说到这个地方 由于黑棋这很厚 这随时一点 这块这棋子已经快死了 这个 这么下 这个成算到底有多少 实在是感觉上看起来 至少看起来这个风险是很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 右下通过一靠 黑棋其实在这个局部作战来讲 完全是毫无惧色 因为左下 其实这个子 这还有个子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作战呢 首先肯定是没有什么好怕的 那同样的 这个右边这个B柱呢 其实它的位置还是非常好 那接下来 双方在这里就展开了 非常激烈的一个 一个战斗 肩冲 一贴 一班 那这个地方 战斗的结果如何 我相信将直接影响到 本盘棋最终的一个结果 黑棋斑 白棋冲出 这一系列基本都是必然的下法 因为这个段呢 基本上是不可能下得出手 因为段是实际上这么一挡 这个棋 局部就算能把这两个吃了 这个 这档也受不了 这个完全是不能容忍的一部棋 白棋冲出 这其实都是必然的下法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说这个棋呢 如果 以后 棋冲破门选择作战的时间 其实 只需要记住一个比较 简单的一个道理 你尽量 不要在别人子多的地方去战斗 你现在我们看 这个地方明显是黑棋的一个实力范围 对吧 那你白棋 这个 紧紧的逼住呢 明显就是找事 就是挑衅 这一般来说 在别人子力多的情况下 去进行战斗呢 这个结果不会太好 虽然这个历史上 也有很多这种 以少胜多的这个事件发生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 那种事情啊 毕竟是小概率事件 一般来说都是这个 人少的地方 被人多的地方打的 屁股尿流 这个是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结果 打吃打吃 尝尝 然后尾巴 虽然我们看这个白棋 在这一代手法下的 也是比较的潇洒啊 但是这个之前的这些下法 其实虽然说你现在可以吃掉 我这三个了 但这个地方 被黑棋断吃 我们看这个白棋的损失 其实也是非常的惨烈 不仅仅是这几个子 已经被 已经被黑棋 已经基本就吃掉了 那么同时呢 吃完这几个 我们看这个四个同质 好像基本也快撞累牺牲了 那么这个总账算起来 似乎 好像是不太便宜 然后白棋吃 黑棋呢 打吃 虽然说我们看白棋 这个三个 通过这个棋子的时候 把这三个 我们也说也算是吃掉了 但是呢 其实我们算一下账 突然发现这个棋 黑棋明显是黑棋的 得分是更多 因为这个手上 这块白棋还没活 然后呢 黑棋通过把这几个子吃掉之后 我们看这个地方 已经基本上快自然成功了 一旦黑棋再把这个靠住的话 是吧 那这一代黑棋的这个收获 是非常的明显 那么这期其实作为白棋说是 明显是吃亏的一方 虽然这个战斗精神 我们说是值得 值得肯定 但是其结果好像似乎 作为这个小生同学来讲 可能这个求战意识 还是太浓了一些 这个 结果是明显不太好 那么接下来他这个拐了扳 我们看 其实也有一些问题 因为现在来讲 作为黑棋来说 他 这个跳啊 这个出头 其实黑棋并不是很着急 因为首先我及时把这个头出来 第一呢 我威胁不到你 第二呢 我这下面也成不了空 那其实作为黑棋来说 他这部棋到底着不着急走 也是个问题 所以说白棋现在 可能还是应该先 需要干的事情 先把这些比较重要的 这个 比较大的地方 我们先给它捞掉 比如说这个飞出 至少这样的话 我们看这块空 我先给它破掉 其实白棋走这个黑棋 我觉得他都不见得会走 作为白棋来讲 他可能把这个事情啊 深圳去 把这个事情想简单了 他以为这个拐就是先生 然后等黑棋搬一下之后 他突然发现这个地方 直接被平静黄无视了 这个 这边一靠 他突然发现这块棋 好像轮子几下呢 净杀起来也没这么容易 这个形状就让它感到非常郁闷 虽然这个地方 打拔 这肯定是明显吃不了 这打拔被人家一搬力 局部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打结 这个点它可以靠 然后你走这边呢 其实意思感觉也差不多 你比如说你猴一个 人家以后他如果心情好了 他就挡住 你也净杀不了 那斑瞻意思也差不多 是吧 那其实这个地方净杀起来 本身就特别的困难 那么我们看这一手机靠下去的价值 这实在是太明显 这一靠 这一条边一个四方方的一个四方块 就围起来了 这个 实战他一看 这个地方我也净杀不了你 他又回过头来把这个活掉 这个我们简单讲一下 这个 白棋粘 黑棋呢 如果要是挤这个 好像并不能杀掉白棋 挤完 因为他打这个是先手 打完他一接 这个黑棋自己本身的气也比较的紧 而且就是说我打吃的时候 你不能一手去挣掉我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理由 挣他提 你打 他接住 你这个打吃他可以跑 但是呢 其实作为黑棋来说 他也想的比较的能想开 你做活他就给你活 因为你这个活本身来讲 也是非常的委屈 长 白棋接 黑棋提三子 这是一个先手 白棋还只有团 然后黑棋再做活 白棋好累下 黑棋接 那下成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终于可以算算总账了 这个其实最后折腾了一圈 而白棋突然发现其实也就是吃了黑棋这三个子 你吃了这三个 人家也吃了你三个 但是我们之后发现 我们下围棋是要比空的 不是说比谁吃子吃的多 这一代黑棋突然间发现 这无形中就已经成现了 这个空 其实是非常大 那么总体账算来之后 这个神经旭发现 自己好像隐是过了 但是这个棋好像是 已经离输不远了 拐 虎了一个 然后黑棋就顶了一下 白棋团住 黑棋接 那么这一代呢 其实 这个 其实意义不太大 就点了两下 白棋挖断 最后黑棋再一虎 最后的结果其实白棋根本无法对黑棋整体造成任何的实质性的伤害 那么最终呢 其实下到这里呢 这个胜负来讲已经是没有什么悬念了 那么最终呢 白棋在又经过了一些努力之后 还是实力明显大差 最终呢 是中盘输给了朴宁环 这盘棋呢 就简单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朴宁环凭借精准的判断啊 一举战胜强敌 那么也是夺得了本组第一 本次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